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开头让我闲聊碎嘴一下 不定时还是会看到有人留言说我 评测太过于主观 BLABLABLA 真的是解释千百回 依然犹如初见 任何的评测都不可能是客观的 这并不像科学 你我可以用同样的步骤跟条件 得到相同的结果 就算现存的IGN Google评分等机制 不会有人觉得那是客观吧 这懂的都懂 所以评测或多或少带有个人偏好成分 我还以为这是common sense了 也有可能某某人说好玩 但我说不好玩 因为你比较喜欢他 他名气比较大 再结合你自己客观偏好 所以你得到的结论是 他客观 我主观 真的是每次看到一次我就被逗笑一次 好了不扯了 那欢迎进入本次 我的主观评测吧 最近这几天 同时有好几款作品都上架了 但毕竟体验跟做评测需要点时间 请容许我真的没办法快速更新 那正片开始 2月13日 本次以PC版为说明 所有与手机玩家体验有误差的话请见谅 开发商是韩国的Need Games 发行商为Light Games 于今年的1月上架韩服 9月的手机平台收入约在1500万左右 这营收以韩国手游来说并不算特别的好 而10月12号正式发布国际版 我目前却负评满满 具体原因我放在客厅项目再说 其实也是蛮感慨的 如果玩家喷垃圾MMO 也是这么团结就好了 而且这款游戏如果当时是各自国家各自代理上架 在台湾搭配万用的预约送好礼 再来一个艺人强力代言 那肯定是先赢一半声势了 游玩体验上缝合感十足 很有暗黑加流亡暗道的即视感 而刚好两款我都有策略 同为歌潮类游戏 暗黑就不说了 我虽算不上支撑 但也入坑不短的时间 POV则是刚开服的时候有玩过一段时间 而越玩就会发现 暗黑的手机版真的很可惜 在自由跟体验度上 不如别人缝合的结果 希望未来的低势不会让我失望 游戏只有性别可选择 而职业是绑定在武器上 美术建模的西部水准 略低于暗黑手游版 而且明明是主打欧美风格 但这女生看上去的样子 却非常有行为 剧情方面略选担保 典型的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环节 但过场的3D动画表现还算不错 观赏体验很好 目前我的角色来到20多等将近30 来到第三章 还没遇到被强制用等级卡任务 要去刷怪链等的状况 全程体验上也没有弹出 任何一次该死的广告 UI界面非常干净 也不会看到什么恭喜某某某 抽到什么的宝马灯 甚至聊天室的视窗 预设也是不会显示 作为课金手游又是韩国游戏 却难得没有这些鬼东西打扰 真的是该谢天谢地了 场景建模对比近期 各种催自己是元宇宙3D的手游 真的是海放十条街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像是路上的沙漠 监狱 地穴 森林等 环境氛围塑造的很好 丰富且细节感十足 即使同张地图 也不会通篇单调的带过 可以明显体会到 每处在其中的用心跟层次感 路上可以击碎的互动物件也有做出来 且每张可逛的地图也做的挺大的 本来以为是会玩到一定等级 解锁自动挂机 这次倒是让我失望了 目前只有城镇能使用自动巡路 战斗则是部分手动 除了有自动喝水 跟一个不好用的自动普攻外 而战斗的技能方面 采用符文加技能盘的配置 首先你要先决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 主线几任务都会送几个对应的符文技能 你也可以去商店购买 技能盘就稍微复杂点 每个技能本身的周围有一个可连接的颜色 后期要透过洗练升级的方式来搞出6边来 以或许最大的输出跟变化 也是这游戏最终的必烟目标之一 简白来说 就是尽可能的让单一技能连接越多的共鸣强化越好 举例来说原本的单颗技能 透过强化后 可以变成一次喷三颗出来 瞬移从单次可以变成多次 你也可以想象成这是D3的符文系统 总之只要玩家脑洞这么大肯定会出现各种逆天牛派 而技能特效虽然不是光屋染华丽峰 但却可以让人玩得很放心 终于可以体验到近代的水准 属于该游的光影也有 不是五毛特效含糊带过 而对比号称是无双坎怪的手游 但每个怪物都像纸花一样 碰到就起飞降落 让你体验那弱有事物的打击回馈 这款在动作技能施放跟回馈上 确实算做得流畅了 我本身没有参考什么开荒build之类的攻略 都是全程自己摸索的 但即使是这样也能一路顺畅打通过去 唯一只有打王要稍微注意一下走位 而且boss的出招模式很固定 警示提示也很明显 遇到高伤害的技能懂得规避就好 并不算太硬核 不瘫刀的话都能很容易推过去 而路上的小怪几乎是无脑A过去就好 而很多人提到包包不够的问题 可能是我玩的不够久 我还真的没遇到这个问题 而且我以前玩过包包更少的游戏 没打完一次副本就一定得回家轻包的 而体验完上述内容以后 这款的缝合感真的过于明显 整体的D3感十足 像是精英怪、盗宝哥布林、宝箱、技能等机制 甚至不少的故事场景也总给我类似的感觉 厂商作为借鉴的元素实在有点太多了 这反倒该被点出来的问题 却被课金问题掩盖了 那最后终于来到喜闻乐见的课金环节 这次被很多国外玩家喷的原因之一 就是这个仓库收费问题 卖背包、仓库空间一直以来都是M&O甚至手游上的客经典之一 像龙竹拼图本身也需要靠钻石来拓框box 只是相对来说获取成本比较低 所以没人会去骂他 而就算在过去的PC端网游也一直存在着商业操作模式 就看这个价格你是否有买单而已 那都说价格极贵?是多贵呢?不妨实际来算一下 首先2,990元台币可以买到4,260钻石 通用的保管箱买买需要1,500钻 换算起来大约就是台币1,050元左右 相比抹油的垃圾翅膀都可以盘韭菜3,000元了 仓库这个感觉太小case了 当初厂商如果做成同棍绑定 把保管箱绑入月卡、新手礼包、手厨 可以现实活动取得就肯定没有这么大的负品问题 而剪道具的宠物就更是随意了 买不买跟体验游戏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就只是图个方便而已 而另外我发现有意思的就是媒体吧 举例雅虎好了 可能或许也许游戏厂商有花钱买日置入 所以就会因此发出不同的结论 针对2月13就是 先起个免费最贵的标题杀手 什么逼克要素太多 结果内容只提到仓库的问题 真的要说的话 我觉得技能符文反而还是比较坑的东西 而奇迹MU 100%是众客手游 绝对也不亚于这款被缩盘的游戏 怎么就不抓出来编尸 反而是正面宣传他的抽奖活动 这还真是客观的新闻呢 而每个人对逼克的概念也不同 我个人比较反感的课金点 比较偏向买卖战利素质 而且通常除了换皮美术跟课金以外 没有任何游戏性可言 玩家要不断投入课金量 才能保证一定的游戏体验 又或者像暗黑手游那样 能够买影响装备掉落获取道具 至于仓库这类 不会直接影响游戏体验的 老实说我并不太感冒 而其他养成素材是可以在游戏中取得的 无客用杆换时间 客佬用钱买时间 各取所需 而且退一万步来说 这本子就是一款伪装成PC的手游 也不过就是刚好在steam上有推出罢了 有课金内容本就该被预期 怎么会想用买断单机的方向去评论呢 还是该说老爱玩太少课金手游了 顺带一提 上个月暗黑手游版的营收大约是6亿台币左右 虽然一堆人喷他片刻 毕业周期长 但证明 只要顶着大IP 管他债份还是香 玩家还是会抢着买单 而且这款肯定不是Pay to Win 毕竟官方号称99.5%的玩家都没有课金 感谢那0.5%的课长 让玩家有游戏玩 而最后转天音响 很多人能接受一发实连 变成素材或者垃圾 又或者1000元变成一件发光加战略数值的装备 但今天只是变成一个置物箱就不可以了 真的建议厂商改成抽卡的玩法 让角色、自带、仓库功能 并且是氛围有品级的美少女 肯定这样既能聚人心也能平天下 结论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如果撇开课金问题 但以手游来说 体验上的质量其实还是不错的 可玩性也比其他换品MAO高 虽然不算饱满 但已足够打发时间 而且整体是偏单机的玩法 也不赶时间或者需要挂机链等 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暗黑刷怪风格 且本身也只有手机的话 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 如果你是电脑玩家 也没有玩过暗黑系列的话 目前D2R跟D3正在半价 只要949就能一次并完整的带回家 差不多你少喝一个月的手牙就能拥有 可以体验到原汁原味不被课金所限制的完整内容 超高的性价比 以及未来人不断更新的内容 还是非常推荐你拥有 毕竟经典永不退流行 又或者请转向PoE更多硬核内容等着你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